我不想惹麻烦 但你若是想挑衅 咱们现在可以较量较量 你找死 几位 秘境开启再急 还不至于为了一件小事闹僵吧 周琳 瑶上的师父可是出了名的护独子 即便是你们洛云宗宗主 都不想招惹他 这次秘境开启非同小可 这个时候若是惹出点事情 我想你们洛云宗也不会饶你吧 瑶姑娘 时间快到了 咱们该进去了 瑶上 一会进入后小心一点 周琳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当心她背后使诈 知道了大师姐 子墨 咱们进去吧 这 这是仙气 这才刚进入就发现仙气 这紫微秘境 果真如传闻所说 来自上界 周琳 你 若是紫微秘境里 有仙气存在的消息传出去 会如何 这 无数宗门一定会派强者过来 不顾一切的抢夺 甚至传说中的散仙都会出现 那样的话 咱们谁都捞不到好处 对 这里有仙气的消息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不过他们有四人 其中还有一个看不透修为的修妖者 你我原音中期 对付有些吃力啊 结界之门 你居然会有这东西 怎么了 天真 待会保护好你嫂子 明白 好快 你不是原音初期 让你失望了 刚刚才突破到原音中期 哼 魔戒弟子 周灵 你居然勾结魔戒之人 本不想这么早就暴露 可这紫薇秘境居然有仙气 若得到紫薇秘境中的所有宝物 我们魔戒的整体实力 将会更上一个层次 到时候你们这些所谓的正道之人 将会彻底成为我们魔戒的奴隶 身为洛云宗的人 你居然勾结魔戒 你对得起洛云宗宗主对你的信任吗 经我少主 少主 魔戒的少主 你根本不是周灵 你是摩天 最近声名显赫的魔戒少主摩天 回答正确 可惜 没有奖励啊 你什么时候杀了周灵的 又是什么时候混入风源星 什么时候加入洛云宗的 不对 风源星高手无数 不会没人发现你的 这些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带着疑惑去死吧 这里将是你们的埋谷之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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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刚刚的事情咱们没完呢 你叫我大哥也没用 今日你必须死 大哥 我是子墨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大哥 你不要冲动 你好好看看 他可是修魔者 你别认错了 他怎么会是你大哥呢 不会的 我不会认错的 为什么大哥会是修魔者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兵 触发支线任务 选择一 灭杀魔戒弟子 奖励信息线索 选择二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奖励零石百万 快 咱们快帮子墨 大哥 别逼我 我说了 我不是你大哥 没想到吧 我的心脏长在右边 我知道 因为我大哥的心脏 就是在右边 大哥 你到底怎么了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子墨呀 你还有一个弟弟叫子珍 咱们兄弟三人来自眼家 咱们的父亲叫眼宽 母亲萧蕊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你跟父亲在新都城一战 父亲战死 你一姓全无 母亲时刻都在想你啊 新都城 因此不退 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去死吧 你 你为什么不躲 子墨 大哥 子墨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死 大哥 你还没带我吃好东西呢 我还没见过伯母呢 你说要带我飞升入神界的 你不要失眼啊 混蛋 我杀了你 天真 不要 大哥 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回家的 少主 时间不多了 咱们不能继续耽搁了 若是解解之门关闭 我们就会暴露在修真正面前 达上那把仙气 怎么走 不 子墨 你不能睡 大哥 你不要 父亲 我回来的 对不起 任务失败了 失败就失败吧 只要人没事就行 你受伤了 不过没事 你心脏在右边 只要没伤及心脏 载重的伤势 为父都有办法 父亲 怎么了 没事 父亲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以问出这样的问题 哼 一定是那家伙 为了理解我们父子 所以才那么说的 我没有说到我们的伤势 就是下集了 我们的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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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